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这个眼睛亮得像是一块水晶葡萄 我现在在那个公演的后台 小房间里 你今天考试 好惨呀 不是应该是假期吗 为什么今天要考试 这学校太坑了 考得怎么样 哈喽 是的 假期余额不足了 哈喽哈喽 晚上好 现在距离公演还有五十分钟吧 所以我先开个直播 因为晚上公演结束了之后呢 云姐请我们吃还得捞 所以 所以不一定有时间直播到时候 然后我就现在先直播 哈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房间里直播眼睛这么亮 谢谢 谢谢 G1A0 因为我送了 应援棒 这眼睛亮的 感觉像钻石一样 啊 这里面有个大苍蝇 这个小房间里有个大苍蝇 好烦呀 这个苍蝇 这个苍蝇在这个房间里面待了好多天了 待了得有两三个礼拜了吧 因为每次我一进这个房间里面就有一只大苍蝇 太厉害了 哈喽 好烦呀 在我耳边 嗡嗡嗡的 关键是他居然饿不死 他居然还活在这个房间里 把门打开 我希望他可以飞出去 我们剧场后台好像没有苍蝇拍 今天这个发型 这个发型是刚刚做的 和握手绘的发型不太一样 因为握手绘是中午就开始了嘛 然后做造型如果做的复杂的话会来不及 所以就简单的卷了一下 然后这个是刚刚做好的 这个苍蝇好大一个救命 一个就是就是握手绘的时候来握手绘的小伙伴应该看到了 就是一个披肩卷发 谢谢巧克力 它好像飞出去了 我真的特别想拿东西拍它 但是没有可以拍的东西 眼睛亮到很不习惯 它好像飞出去了 关上门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现在其实很困 因为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 我刚才本来想睡一会儿的 但是我想不行 要先开个直播 因为晚上要出去吃饭 云姐请我们队的人吃饭 到时候抢起肉来可没时间直播了 所以还是现在先播一会儿 直播睡觉 睡美人吗 今天打扮得很像一个童话里的公主 这个装扮去迪士尼绝了 哈喽 今天穿的这个连衣裙 砰砰的那种连衣裙 短裙 所以上海是真的挺热的 都十月份了可以穿夏天的短裙 所以我就是抓紧这最后一波机会 赶快再穿一次我的短裙 之后就没有机会了 之后就要开始穿毛衫了 对它很可爱 这个砰砰裙 远一点可以看出 就很很公主 我刚才把我的那个 我刚才把我樱桃耳环给摘了 本来前面还戴着一个樱桃耳环 因为因为我没有耳洞嘛 我是耳夹 然后它夹得太痛了 所以我就给它摘了 早知道直播应该给它戴上 就很完美 就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今天握手会的 装扮 今天我这个头发的卷还是挺挺话的 一天了都没有它 像平时的话 它基本上就 一会儿会儿它就直了 现在还是卷的 不错 表扬一下 我一会儿要复习一下结语者 谢谢巧克力 一会儿要复习一下结语者 因为我今天跳一号位嘛 好久没跳了 所以要复习一下 谢谢奶茶 喝了 很健康 已经吃过饭了 我点的是 那个我们剧场这边的 叫啥来着 水煮粉丝牛肉 它里面 对它里面是有牛肉还有粉丝 还有一点白菜啥呢 今天吃了粉丝 这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啊 这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啊 我有点接受不了 没事不玩不玩 我也刚开直播 我 我从来不戴美童 我感觉我每次直播都要解释一下 每次直播都要解释一下 美童的这个事情 你在戴美童 那你快戴 别看我 好好戴 不要分心 今天是七点开始 大家一会儿记得 守在屏幕前 我现在有点困 我怕我一会儿公演在舞台上 尤其是MC的时候 又在那边发呆 这个造型又帅又漂亮 对确实 这个造型怎么说呢 你配甜美的衣服 它就是甜美风 你配帅气的衣服 它就是帅气风 我上周穿的那个 很帅的那个 那一身 就是格子衬衫 然后还有黑色 黑色的那种 那叫什么裙呢 格子衬衫底下配了一个 比较低车风的那种裙子 对 配这个发型也是可以的 就 就是满 满洒的 然后今天穿的这种 无敌热烹的 迪士尼小裙子 就还是挺甜美的 所以我最近很喜欢这个发型 它也可以配那种 复古公主裙 就很像是民国时代的那种 民园风 我也想来一杯咖啡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咖啡了 因为有的时候喝完之后会 心慌 无力 然后手颤抖 或者是出汗 出冷汗 有点害怕 所以我现在就不怎么喝咖啡 刚刚那个苍蝇好像真的飞出去了 这个房间里面 没有了 喝茶还可以 没什么事情 喝茶 但是我好像很少喝茶 就偶尔买一瓶乌龙茶 因为乌龙茶有的时候也可以去肿 所以我该怎么样提提神呢 应该喝点冰的东西 清醒一下 我前面吃了剧场的那个牛肉粉丝 水煮牛肉粉丝 它那个挺辣的 虽然很刺激 但是我并没有醒过来 哦 闻风油巾可以 这个可以 瞬间清醒 哦 可以 可以充点花茶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扎丹马尾 扎高的丹马尾 就是整个头皮都勒得很紧的那种 很精神 我每次扎丹马尾 刚扎完的时候 我的眼睛都是掉上去的 就是我眼睛本来是圆的嘛 每次扎完了之后 都是这样子 这样往上飞的 然后我还要给自己的头皮 稍微的松一松 眼睛才会下来 好恐怖 有的时候扎丹马尾扎久了 真的会头痛的 对我的高马尾确实上一次那个高马尾很多人都说很帅 我也觉得 但是以前有刘海的时候就不是那种帅气风 就比较清新可爱风吧 然后后面不是 最近不是没有刘海吗 扎起来高马尾就感觉还蛮酷蛮洒的 最近一段时间不太想留刘海 因为感觉很闷 就是 就是刘海就挡在额头前面 然后 有时候很难打理 还很闷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就这样吧 大光明 挺好 简单 不用管刘海 不用天天在那边 喷发胶 沾那些胶什么的 就很舒服 主要是整个人眼前都亮了 以前眼前就会有那种阴影存在 现在整个眼前人很开阔 我冬天的时候都会戴那种帽子 就各种保暖的帽子 我有好几个那种毛毛的帽子 就很大 风一刮它直接就飞出去的那种 但是还是要戴的 因为 太冷了 有刘海是很可爱 没有刘海也可以很可爱 难道今天不可爱吗 就穿一个这种可爱的小裙子 是吧 当然没有刘海的时候 我觉得 可以做那种很郁姐的发型 就 就很 怎么说呢 看上去 就是所有人都要叫我姐姐的那种 对 今天是披了萌妹的皮的郁姐 尤其是 尤其是握手绘的时候 那个发型 就很成熟 我觉得 现在扎起来还好一点 握手绘的时候就是 这些头发都是放下来的 前面这些头发都是放下来的 就 看着还挺成熟 很郁姐 可惜今天很多人都没有 能来握手绘 因为都在外地 那就只能下次再见 下次有缘有机会再见 确实 不方便 对 而且我们队还是7号的时候 明天就要开工了 7号 大家握完之后都得赶回去 有的可能会来不及 我们现在握手绘都 基本上都是要戴口罩的 我到后面太憋了 我就摘下来口罩了 我感觉我开始开始直播 现在没那么困了 好一些 逐渐清醒过来了 大家这个十一 过得都好惨呀 要么就是没有假期 要么就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出门 我现在就只希望 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大家都恢复正常生活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好惨呀 好惨呀 不是怎么 怎么我的粉丝都没有假期啊 太惨了 我好惨还歇了两天 我四号和五号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 还休息了一下 不对 四号好像排练了 那就是五号和六号 休息了两天 好惨好惨好惨 谢谢奶茶 哎呀我看到这样子 会不会正常的 不管哪个方向的光都很 都很亮 眼睛都很亮 我再开一会儿就要去换衣服了 我还要再复习一下结语者 虽然今天已经复习过了 但我总的害怕我现在没带脑子来 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没有带脑子来上班 谢谢玫瑰花 所以还是得去记一下 我每次就是没休息好 或者是困的时候 我脑子就不知道落在哪里去了 就整个人都很晕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我有的时候 你像之前 有一段时间 因为上学特别忙嘛 就是刚才学校忙完之后 又来剧场公演 我那段时间 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之所以能跳下来的那些歌曲 是因为身体记忆 然后有的时候脑子 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怎么办呢 我记得要是 Jawion 我给你带来的巴子 我后天会给你带来的巴子 好 你们跟田淑莉一样 田淑莉她觊觎我的眼睛很久了 现在感觉全国各地都降温了 但是上海这两天还是挺热的 所以我抓住了最后的夏天的尾巴 穿了一张小裙子之后就不能再穿了 之后要开始穿长袖了 我现在刷了一下抖音 然后看到北方人去南方旅游玩了之后 真的好搞笑 真的很搞笑 是北方人去南方旅游回去之后 就是在机场呀车站呀啥的 狂套衣服 四度这也太冷了吧 你们敢信 昨天和今天上海都是三十多度 不应该说是在今天之前 上海都是保持在三十多左右 五度 好可怕呀 这个温差差的有点多呀 但是上海马上就要降温了 我看了天使预报 这几天要开始下雨了 我很害怕上海没有秋天 直接就给我过冬去了 我买的那些秋天的衣服都还没穿呢 到时候直接穿了个冬装 那太惨 上海的秋天确实挺短的 怎么没关系了 那那些衣服不就白买了吗 浪费钱呀 里面穿保转衫 外面穿秋装 因为我买的秋装 就是一些小开衫 小毛衫那种 里面穿一个 里面套个衣服会有点奇怪 春天和秋天 这么美好的季节 为什么时间那么短呢 我就喜欢那种不冷不热的天气 这几天晚上 我感觉还挺舒服的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温度 大概二十五六度吧 你又去溜溜球了 好的好的 拜拜 公演会加油的 感觉我快要去换衣服了 再开几分钟 就去换衣服 对呀 晚上有公演 赶紧看起来 看到我这个哈欠连天的 对我前面发抖音了 你们可以去看 是一个非常不在状态的抖音 因为拍的时候真的很困 就 就是 看得出来 没啥状态 尽力了尽力了 我抖音就叫少雪葱 对吧 是吧 应该是的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拍的那条抖音画质那么模糊 我感觉我 我感觉我直播都比抖音好看 真的 很多人在抖音上面都会变得很好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抖音上面就很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不爱拍抖音 因为我在抖音上长得真的很奇怪 看自己很不顺眼 我觉得现在直播这个还挺好看的 除了眼睛有点太亮了 就 就跟水晶似的 不 都不是水晶了 就是闪瞎了 太会讲话了 哈喽 常叫我美女我就对你说哈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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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不会就一直要在这边嗨吧 嗨 天哪这么多人都夸我 我小心脏承受不住了 你们就经常这样夸我我就不会犯困了 谢谢秋天奶茶 哈喽 哈喽 我就爱听大实话 多说一说 多说说 这样就 你们越说我越美 越夸越美 就经常说好的就会变好 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然后心态积极一点 我的眼睛会放电 点晕了吗 谢谢秋天奶茶 我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美晕 不太会 但是我前天还是昨天 就是我就是去洗手间打开门之后 然后进去了之后 然后往那边走的时候 因为洗手间都有镜子 我就这样子转了一下头看了一下镜子 被自己美呆了 不知道为什么平时都觉得自己也就那样吧 然后看自己都是放大缺点 这里不太好 那里不太好看 然后 然后再那一次是真的 就是彭彭产生美 因为没看清 就是这样子刷了一下 挑了一眼就觉得 哇好美 变成也美到 然后再仔细照 就会让你没有张才好看了 很神奇 真的是距离产生美 朦胧产生美 谢谢荧光棒 我今天跳两个unit 一个是节日者 还有一个是桑莫威尔 谢谢秋天的奶茶 为什么要淋雨回家 打个伞 我再播一分钟 六点四十我就下播 这也太惨了吧 快去找人 借把伞一起打回家 好的 我现在要去换衣服了 好的 我会加油的 谢谢 拜拜 他们一会儿公演见 拜拜 稍后 岩 你有没有 potencial 两千 你 感谢观看